明天更高 让我无限接近理想的繁星 我们迎着风 忍着那双风 流过泪的眼睛又残破 漫长的能夺 你是个火种 我只想做你心中的英雄 比天更高 我飞上云霄 希望就在前方 删除万丈的光芒 比天更高 在世界指点 微笑 你给了我足够勇气 穿越风雨 坚强飞行 让我无限接近理想的繁星 我哭 我笑 我无限接近理想 我从前不怕事 是因为那些事没有可能把傅茶家弄得家破人亡 可是阿玛您想想 如果您不帮四阿哥 四阿哥会怎么样 我不是不想帮 实在是 阿玛 四阿哥这件事情 您是帮也得帮 不帮也得帮了 冬儿 你这话都怪了 世界上难道还以这种事啊 傅茶家和四阿哥的好 是谁都知道的 咱们现在想和四阿哥撇清关系 已经来不及了 那你的意思 这事反正也 人这一辈子 譬如行船过江 你只能乘坐一条船 这条船沉了 也就沉了 四阿哥和朱师傅来了 请吧 是 老爷 二位 请吧 老爷和大姑在大叔房等着呢 好 四阿哥 朱师傅 傅二爷 麻烦你了 这麻烦可能还很大 如果傅茶老爷觉得为难 我不勉强 四阿哥 您客气了 咱们在这里等小叔叔 好 我已经派人接他去了 四阿哥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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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卢必见过王爷 四阿哥 三阿哥福尽怎么还不来 我已经等了很久了 回王爷 福尽来不了了 来不了了 他怎么了 不说好了等他休息好出来见我吗 回王爷 福尽听到了三阿哥的病状 一下子气急攻心 就躺下歇息了 那我也要见 王爷 福尽正病着 他说自己拆裙不理 见王爷怕是不敬 你跟福尽说我必须要见他 否则我不离开你这府 是 福尽 怎么样 走了吗 哪里走了 照您的吩咐也没派人伺候 连查都没事 可是这位小王爷就是坐在那里不走 这事岂有此理 哪有打上门来敢也敢不走的 王爷 王爷怎么了 这里还是阿哥的府呢 说是阿哥府 可人家毕竟是王爷呀 来人 快来人 我刚才教师谁不来 此刻你们倒来得快了 王爷 富察家有人来找您来了 王爷 家主子想请您过去 我刚才叫谁谁不来 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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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大人 您看咱们 其他的药都停了吧 多加温补去湿去寒的药 三阿哥的牙关比较近 你们就一点一点的惯吧 是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连叔 这铜器你弄够了吧 王爷 没弄够 我跟您说 我这可都是好玩意儿 我是看不够 把玩不够啊 这有什么好的 有什么好 王爷 我可不是弃你 您瞧这上面的文字图案 其美不胜收 我就不必说了 王爷 您瞧瞧这一家 您看看 这算什么 这这简直也太假了 这哪有铜器这么亮闪闪哪 您看着他假 其实啊 他最真了 您想想啊 咱们现在看到的铜器 那都是绿锈变体 难道说当初他刚被造出来的时候 就是这样吗 不是 应该是亮闪闪 光灿灿的 哎呀 宋代人哪 就有趣 不但打掉 为了不让他继续秀下去 还在这上面打了蜡 人称宋蜡 所以王爷 您看着这件最假 实际 他最真 我说田师傅 你这当老师的 说话 永远是先贺打架 绕脖子 你这里边 没什么威严大义吧 威严大义没有 可是 我是着急啊 你也着急 我怕的是 三阿哥中毒这事 会帮着四阿哥的忙 那 到了这一步 那就看王爷您和三阿哥五阿哥 能不能拼呢 我们 田师傅 你不在里头 我不是不想在里头 我是不能在里头啊 我一个上书房的师傅 只是教书而已 老田 田体刚 你这算什么 我本来是和四阿哥好的 四阿哥射箭 都是我亲自教的 可是你这么一拉二拉的 把我给拉到这边了 我到了这边了 你又不管了 王爷 我刚才说过了 我不是不想管 是不能管 你好歹给个主意啊 那除非 三阿哥病得更厉害 否则我是没主意了 四阿哥 你想好了 我一件一件想过来 其实这事 也许很简单 先从朱师傅说起 朱师傅说 三哥其实病得不那么严重 御医光是进温补的方子 赵钦程大夫拿不出卖案来 其实就是一件事 三哥没事 他们很可能让三哥受了寒气 而且还有可能是极为深重的寒气 然后再吃下呕吐的药 等喝了我的热水冷热一击 他再咬破舌头 就是口吐鲜血 浑身清紫了 天亮我就回宫去 再找赵钦程 问清偶药的方子 看三阿哥的呕吐物里 有没有这些药材 其实这件事中 最有用的 是三阿哥的福建莲儿 他不见小叔叔 必定是因为不能见 不变见 或者是不敢见 这件事就交给我了 东儿 你就能见到三阿哥附近 阿玛 您忘了 咱们家老姑奶奶的干儿子 不是这位莲儿的舅舅吗 是啊 我可从来没想到这个 今天已经晚了 明天开始 就拜托大家了 也好 我先走了 莲儿还在此见面 我也不能再回宫了 请傅姥爷派个车子 把我送回家去 车也派好了 就在门口等着 多谢了 阿玛 我明天一早上差 我也睡了 四阿哥 房子收拾好了 您就歇在这儿吧 好 丁香 去 去年三老爷 从南边叫人带来的良席 夏天睡着透风 赶紧叫人送过来 给四阿哥预备上 是 四阿哥 您还要什么东西 尽管和东儿说 不用什么了 就是我睡前必定要读书 请傅儿爷帮忙 让我到书房里 挑几本书 书早就预备好了 只是不知道四阿哥爱读什么书 拿了几本让四阿哥自己选吧 还有一样 方儿爷 我要和大姑单独说几句话 方儿爷 您能不能信得过我和大姑 我们不必开着门说话吧 当然 当然 我让家人都退到院子外去 老爷 老爷 先不要过去 老爷 这就是大姑要的 我知道 你们在这儿等着大姑出来 再把良席送进去 是 大姑 我想跟你说的是 四阿哥 你想见慧如 是不是 是 四阿哥 我想问你 你是想跟慧如长久 还是跟慧如兴之所致 潜性舒嬅一番就完了 你说呢 照我看 四阿哥是一个知冷知热 会心疼人的人 你心疼慧如 就要现在先冷落她 可是 我再怎么着 也不会让她 慧如不会嫁人的 这你要是还没有信心 那你何必喜欢她 所以 这次的事情 我没有跟慧如说 你不会生我的气味 也许一生牵扯短促 顿儿 也许你是对的 四阿哥 你要记住 我总是为你好的 我愿化最低了 对 因为我好 这我知道 你也不必说 好了 你明天还有事 我阿妈在外面等着我 我也不便多说什么了 您早歇吧 谢谢老 不客气 不客气 爹 老头子 你可回来了 爹 回来了 爹 你总算回来了 你可真够狠心的 要不来个信 怎么着 宫里好 一众就不想出来了 是不是宫里那些美人 娘 你这话头一歪 就不知道拐到哪去了 我这不回来了 就打住吧 爹 你怎么就回来了 我在牺牲所干得好 皇上一高兴 就放我回来看看你们娘俩 那你为什么不先回家 到傅茶家去干嘛了 我刚才看见傅茶家的马车了 是这样啊 我不是跟着马车里出来的吗 后来到了她家 求了辆马车 这不把我送回来了 是这样 行了 行了 赶快进屋说吧 走 老头子 你吃了饭没有 有什么好吃的 朱老爷 您可回来了 哎哟 盈春姑娘还在啊 爹 咱们白使唤人 这种便宜 不占白不占 再说了 再说了 有那不要脸的主子 整天让人回到老主子家 讨款吃喝去 是鱼也拿 肉也拿 什么都拿 是我让你拿的吗 是你说我们家吃的太素了 非要回去找你家大姑 朱老爷 您听听 有这么不讲理的人吗 占了便宜 还要嘴上不服输 盈春啊 你也不要怪她 她就是这么个人 刀子嘴豆腐心 我要是不懂她这个 难道我还在这待下去啊 慧如姐是世上心最好的人了 真是她 盈春 别那么多话了 这小妮子嘴一会儿苦一会儿甜的 赶紧是开调料铺子的 好了 都别说了 朱老爷 我这炖好了现成的鹿肉 这原本呢 是看着姑奶奶这几天重为布展的 给她补气血的 看您这一阵子辛苦了 还是您吃了吧 慧如啊 你怎么不舒服啊 爹 我没什么 我能有什么 可能是这几天读书 有点累了吧 读书 读书 你这两天心跟长草似的 光看你翻书了 你哪读书了 慧如啊 到底怎么了 爹 我没什么 宫里这两天出了什么事了吗 宫里怎么了 宫里没出事 那怎么 怎么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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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慧如姐 朱老爷这么晚回来必定是饿了 咱们先让他吃完饭 吃完了 你们爷俩再慢慢聊 我爹才没饿呢 我爹好着呢 我爹啊 是在外面吃了才回来的 是啊 我是吃了才回来的 听听 他是吃了才回来的吧 可是 也没吃什么呀 哎呀 还是把那鹿肉给我吃吧 是啊 来来来 哎呀 嗯 香 爹 那你就吃吧 我先回屋歇着了 哎 慧如 哎呀 这孩子怎么回事啊 你爹没回来的时候 你天天念叨他 等他回来吧 你怎么一万个不待见他的样子 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没什么 爹 你要是有话跟我说 记住了 我还没睡呢 吃吧啊 嗯 怎么样 香 香吧 我们再来 下距点 有一天 是有了 吗 也没有去 你自己也是有了 还有实际人 在下距点 这肯定是贵人 有了 和别人 他们在大厚 没有其他想不发 还有 concept 奴才给万岁爷请安 习主子 万岁爷来了 怎么了 还不见好 不要起来 不要起来 快去打洗脸水来 我不能就这么见万岁爷 不用了 不用了 贵妃啊 你最近如何啊 奴婢这几天一直求见万岁爷 万岁爷不见奴婢 奴婢知道万岁爷是对的 对这些阿哥们 万岁爷是爱之深 责之切 万岁爷对四阿哥是好的 奴婢 你不要说了 奴婢斗胆还是要说 奴婢向前万岁爷开恩 无论如何 还在四阿哥从前的好上 你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你不要说了 你也听说了这次四阿哥的事了 万岁爷 四阿哥不是这样的人 他绝不可能 朕也想不明白 朕想来想去还是朕不好 朕对四阿哥避免期望的高 所以要求就高 可是朕没有给他机会 万岁爷 那您想怎么办呢 朕本来已经答应了不再追究他 可是现在四阿哥已经求了朕的恩典 他要自己去查 这种事怎么查得出来呢 如果能查出来 朕难道自己不会查 这孩子一向是仁厚至极的 到了这个份上 他一定是急红了眼了 所以你找个机会见他 不要说是朕的意思 就说是你自己的意思 让他不要查了 只要他好好的 朕保证他还是阿哥 等朕临去的时候 封他个铁帽子亲王 抱得一声富贵就是了 万岁爷这样对四阿哥 奴婢替四阿哥 谢谢万岁爷了 洗桌子 出去忘了点 咱们其实都断错了一件事 怎么样了 不好 怎么会这样 是啊 真的是弄不动 怎么会这样子 田体刚这个老匹夫 到了这个关节上 他装傻一边看热闹去了 这也不能怪田师傅 不怪他怪谁 忘了 咱们其实都断错了一件事 我觉得我是算无一策的 怎么会断错了事呢 咱们断错了皇上 怎么说 皇上其实对四阿哥 从来没有死过心 而且四阿哥在皇上的心中 原来是极重的 关键是断错了老四 老四他若是前面口出怨言 或者是心中怨恨 狂躁发怒 咱们这一计 那可就真是打到了蛇七寸 切到了熊猴巾了 可是 偏偏他从来都是一副 圣人被困于陈菜的死狗样 不但不说抱怨的话 而且还到处扮好人 就别说那个了 咱们已经输了一阵 这一阵 根本没打就输了 咱们不能再输了 不输怎么样 难道还要 吴阿哥 我有个主意 可是 就是怕您不敢干 你说吧 天下的事 还有我不敢干的 是这么回事 我在外边 见了庄亲王 他不是去了田师傅家了吗 是去了田师傅家 可是 也没拿出像样的主意来 只有一个办法了 有办法你还不快说 这个办法我要是说了 那得您点头 我点头了 你说吧 是这样 咱们给三阿哥 真的下药 咱们不是真的打算 把三阿哥毒死 可是他这会儿 再怎么装 脉象和气心 他骗不了人 再怎么下去 谁都没办法收场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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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看你 是 走 怎么啦 你站这儿干吗 乌阿哥 我的爷 我只能到这儿 剩下的事我可干不了 也不能干 怎么着 你光说是不是 到了这儿你又不动了 你耍我 爷啊 这事除了您和三阿哥 别人还真别掺和 没胆子玩这么大的 站住 您别担心 我在外边等您 在外边 哇嘎吉祥 我想陪陪我三哥 你们也不必伺候 都站得离我远点 三哥 我来了 你别说话 三哥 我这有点药 只要你吃下去南北要受点罪 可是老四就完了 三哥 你忍着点 三哥 你忍着点 把药吞下去 五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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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不要动三阿哥 我不是说了吗 我来看三哥 别人不要上前打扰 五阿哥 出了这个门 那是您五阿哥尊贵 进了这个门 那是我们的责任啊 那你说我来看看我三哥 能有什么事呢 事没出 都没事 如果是出了事 那就是我们在下等人的脑袋啊 五阿哥 好了 你别说了 五阿哥 走好 这 这 怎么样 问出什么没有 老爷和夫人倒是还没睡 只是说的都是些闲话 没说什么要紧的话 是没要紧的话 还是你没问出来 慧如姐 你真是个怪人 怎么老爷一回来 你就觉得他撒了谎 还断定四阿哥出了事 你先想几件事 昨晚 我爹是坐了你家马车回来的 为什么 不是有事 为什么要先到你家去过了 才能回家 必定有事 而且 还不是小事 那倒未必 那再说说第二件事 我爹明明在你家吃了饭回来的 可有抵赖 那又是为什么 这倒奇怪 除了四阿哥的事要瞒我 还能有什么别的事要瞒我呢 哎呀 瞒不瞒你呀 天都这么晚了 有事明天再说吧 英春 收拾收拾 咱们去趟你家 你说什么 咱们现在就去 哎 你疯了 这都什么时候了 夜里城门也关了 街上的栅栏门也上了 巡夜的人都在街上等着逮贼呢 你不在乎 我可在乎 人家要是逮着朱家大小姐和扶插家的丫头 是多大的笑话啊 我今天非去不可 哎 要去你去啊 我可不去 好 那我自己去 慢着 你也不能去 怎么着 我今天非要去 你还拉着我不成啊 哎 我的奶奶 你别走 哎呦 总奶奶呀 你要惹祸也不用这么急吧 要来就来 不必叫我 哎 好 我跟你去就是了 哪有女人晚上走夜路的 这算什么呀 要我说 咱们还是回去吧 哎 哎呀 哎呀 你怎么走呀 祖奶奶 看着了吧 城里边晚上有些道是不能随便走的 您要是让人逮着了 那咱们的脸可就丢大了 哎 你想干嘛去啊 怎么 我要过去 难道还把我当罪抓了不成 哎 哎 哎 我说哥哥 这我听说的可是真的 边还没有那在哪里 甚至一样的 你们怎么突然闹着心 呢 就一定是在里面看到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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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不会来赴泥的提吧 你去 别扯淡了 别吓人哦 行了 别扯这些了 再人会儿 天就大量了 来了 行了 闹够了吧 我闹够了 我可没闹 不是我闹 是真的 你没闹 你这是 我说真的来了 我说 谁家的小女子深夜还出行啊 你们不怕 我说 这真的是哪个吧 什么哪个 根本就是个 姑娘 你们是哪家的 怎么着 这大半夜的 可不许 哦 我们家里人得了疾病 我们是去请大夫 请大夫 干嘛派女眷呢 二娘子 快开门 你怎么这么慢呢 萍春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怎么才回来 萨哥住哪儿 萨哥忙了一天刚回来 大家都在大书房说话呢 萨哥真在这儿啊 是啊 昨天就来了 现在正在说话呢 萨哥 你真是胡闹 你真是胡闹 你怎么 请问咱们是不是朋友 我 你这说的什么话 你既然来了 也不给我送个心去 你是全然不把我放在心上 你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不知道我有多心惊 多难受吗 慧如 这么晚了 你就不怕 不怕什么 大不了让守夜的 当成不正经的抓起来 还有什么 慧如 你别急 是我不让朱师傅告诉你的 好 既然说到这儿 我还有什么可说的 见到了四二个 也知道你们不愿意 让我掺和的这件事里 我除了走 还能有什么 慧如 慧如 大哭 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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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对儿 我这么跟你说吧 我不怪你 也不愿意你 慧如 你留下来 萨克已经够难了 你就别再让他心烦了 为何 为何偏偏 没叫你 是我的错 我是 清晨的 如 我 慧如 慧如 我 我也不跟你说这么多 落在你心里 反正事情你已经知道了 你说说吧 该怎么办 最后归宿 你 不愿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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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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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我听听到底怎么回事 五二哥 怎么了 心一乱 书就读不动了 五二哥 你现在想想 你该干什么 我该干什么 不必说 也不必想 这我可听不懂吧 田师傅 您说现在该怎么办 您说呢 五二哥 三哥是个阿斗啊 扶不起来 怎么了 我昨天和洪生想了个主意 给三哥再上点料 可是没想到三哥他不吃这料 你说什么 三哥他不吃这料 你们给三二哥下毒了 又毒不死他 今儿 哎呀 你怎么能这么干呢 这么干不是您的主意吗 不是不是 当然不是 不但不是 这简直是错而又错 错在哪 我是说如果三二哥病得更重了 那他病重有很多办法 但是这样一旦让人发现 岂不是满盘皆输了 够了 田师傅 您把这里外的便宜都占了 您还打算怎么着 您老是躲在后面 您老是威严大义 您老是把话说一半 错了算我们的 赢了就算你的 你这算是什么 哎呀 吴阿哥呀 吴阿哥 我说你是真的 没闹明白 这做事知道先求稳固再求变化 冒险其境是不行的 那您说让三哥病得更重 是怎么回事 我说让他病得更重 意思是让他千万别起来 继续不吃不喝就行了 吴阿哥 您止步 怎么着 我看我三哥都不成 对不起了 吴阿哥 您是阿哥没错 可是这御药房的赵大人吩咐了 任何人都不能再探三阿哥了 为什么 赵大人说了 三阿哥的事牵扯太大 任何人都不能私自探望 你说什么 私自 我私自 行小子 我算你会说话 一句话就能把我气死 吴阿哥 您不能进去 吴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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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大人 我三哥呢 此处狭窄 我已经把三阿哥送到别处去了 你这个不懂事呢 把我三哥送走也不跟我说一声 吴阿哥 对不起 这事已经禀明了皇上了 这是有上命的 这不是你的主意吧 吴阿哥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行 行 张来 你算是和我双上队了是不是 咱们走着瞧 送吴阿哥 老朱 你可得帮着四阿哥把这难关给过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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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出戏剧都会落寞 谁在乎 思念就像尘埃 随着季节飞舞 夜深风停以后 尘归尘 土归土 何不能朝朝暮暮 又何必明星刻骨 倒不如把这段过程 当作领悟 我是清晨一滴雨雾 也许一生清澈短促 何地相遇始终幸福 为何偏偏让我相互 我是清晨一滴雨 我愿化作一滴蓝烛 落在你心中 这变成美丽影 不是我的最后归宿 随风飞舞 思念就像尘埃 随着季节飞舞 夜深风停以后 尘归尘 土归土 若不能朝朝暮暮 又何必明星刻骨 又何必明星刻骨 倒不如把这段过程 当作领悟 我是清晨一滴雨雾 我是清晨一滴雨雾 也许一生清澈短促 和你相遇始终幸福 为何偏偏让我相互 我是清晨一滴雨雾 我愿化在你泪中 落在你心中 变成美丽影舞 是我的最后归宿 随风飞舞